神雕侠侣书末 中原群雄汇聚襄阳 面对那源源不断的蒙古大军 襄阳城一度要被攻破 好在杨过邪小龙女 如神兵天将一般登场 他已黯然销魂掌 在不利的情况下完成绝地反击 击败金伦法王 又以一颗飞石击杀蒙哥大汗 蒙古大军顿时阵脚大乱 只能选择退兵 襄阳城被叙了一口气 接着便是群雄化山论剑 神雕侠侣就在大团圆的氛围下结束了 然而神雕侠侣虽是结束了 但郭靖的人生却没有结束 圆满只是一时的 谁都知道蒙古大军还会卷土重来 襄阳城破始终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只要他决定死守襄阳 那他的结局就注定是悲剧 果然到了倚天屠龙记中 就提到郭靖最终是战死在襄阳 而更为残酷的一点在于 他的儿子郭破鲁也战死在襄阳 难道郭靖就这么绝了后 还真没有 根据旧版设定 他极有可能有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存活于世 1.最后的襄阳大战 辖之大者为国为民 最能体现侠义精神的大侠 自然就是郭靖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郭靖浴血奋战 最终战死在襄阳城 根据前后剧情和历史脉络 这一次的襄阳城破 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郭靖实力不行 还是因为遭人背叛呢 第一次和第二次襄阳大战的必然和侥幸 射雕与神雕的时代背景 都是南宋年间 其中到了神雕时期 金国已经灭亡 南宋直接面对蒙古大军的入侵 第一次襄阳之战 蒙古军统帅是忽比列 在郭靖的领导下 襄阳军民顺利取胜 第二次襄阳大战的时候 蒙古军统帅已经换成了大韩蒙哥 兵力也增加到了二十万大军 要知道 根据射雕当中的记录 城吉思汗铁木针 率军西征也不过才十五万兵吗 可见这次蒙古动员了更大的力量 这次激战其实已经显向还生 襄阳城几乎就要被攻破了 数万南宋守军和数千名以丐帮弟子为主力的各路武林高手 已经伤亡过半 是因为神雕侠阳过的加入 在高手对决当中正面击败了蒙古第一高手 也是国师的金鸾法王 并且在随后的战斗中 凭借个人的武功 以石头击毙了蒙古大韩蒙哥 因为蒙哥的战亡才导致兵力还有十五万以上的蒙古军猝然撤军 也就是说第二次襄阳大战赢得很是侥幸 第三次襄阳大战蒙古的真实实力 第三次襄阳大战也就是城破的那次 是通过下一部倚天屠龙记来间接表述的 因为郭靖和黄荣都知道蒙古人势大 襄阳终不可守 为了让五目兵法和九阴真经流传下来 才铸造了倚天剑和屠龙刀 也就是说郭靖知道下一次蒙古人再来 襄阳必然是守不住了 我们分析一下各方的实力 蒙古一方虽然以金轮法王为首的高手 除了马光佐中途退出之外 其他高手几乎都死绝了 就连萧襄子和尹克西最后在昆仑山也同归于尽 但是凭借当时蒙古韩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再找几个顶尖高手并不为难 而且这些顶尖高手也不是蒙古军取胜的必然因素 蒙古军自身的实力才是 反观南宋一方 腐朽的南宋朝廷还不会派兵增援襄阳 就算是派兵也完全不会是蒙古军的对手 郭靖所能倚仗的 除了襄阳的宋军本部数万人之外 只能靠武林高手 但是武林高手并不是可以随便培养出来的 顶尖高手方面 杨过和小龙女已经隐居活死人墓 不会来参加这次大战 东邪黄耀师 宜登大师和老顽童周伯通等人 年龄都已经超过百岁 就算是他们身体硬朗 也不能做生死拼杀了 何况是不是健在都还是个问题 此消彼掌之下 襄阳城必然是守不住的 一个人的武功再高 终究是不能改变历史进城的 郭靖就是这样的悲剧英雄 金庸没有将最后一次襄阳大战的过程写出来 一方面是这次大战的结果已定 对于郭靖而言丝毫没有翻盘的可能 所以略过过程也很正常 其次是郭靖 好歹也是金庸花了两部作品塑造的大侠形象 将他的死写得过于细致 未免有些残忍 所以这段剧情的确是不适合被写出来 不过书中还是借武林后辈的视角 还原了那次大战的结局 原著道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一百年来 武林中风波迭起 这对刀剑换了好几次主人 后人只知屠龙宝刀乃武林至尊 唯以天剑可与匹敌 但到底何以是至尊 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郭公破鲁青年训国 没有传人 是以刀剑中的秘密 只本派郭祖师传了下来 从这里来看 郭敬夫妇是战死了 同时战死的还有郭破鲁 至于郭福耶律奇则没有提及 而郭襄是远在西川 作为郭敬唯一的儿子 郭破鲁死了 郭敬哪还来的孙子呢 根据书中的设定 郭敬战死之时 郭破鲁应该也有三十来岁了 古人成欢早 郭破鲁此时极有可能已经有了孩子 之所以这么推论 是因为书中有个角色 就像是郭破鲁的孩子 二 郭敬的孙子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中 那张无忌是学过几招降龙十八掌的 并用那掌法打伤了贺老三 而根据他的说法 这掌法是从义父谢迅那儿学来的 可谢迅身为名教法王又如何会这丐帮的神功呢 书中也有解释 是从一位隐士那儿学来的 原著的 义父跟我说 他只会得十八掌中的三掌 是跟一位江湖隐士学的 但他总觉得其中的变化有点不大对头 想是其中真正奥秘之处 那位隐士也是没有体会的 这位隐士会是谁 不妨看看武林中有何人会那降龙十八掌 从明面上来看 也就只有郭靖和耶律奇会这套掌法 除了他们之外 哪怕是有功的丐帮弟子 也不可能学到两掌以上 而那隐士至少会三掌 很明显他身份十分特殊 而那位隐士极有可能 就是郭破鲁当年留下的儿子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 为何世间会有一位身怀三掌以上 降龙十八掌的人 不难看出 当年郭靖应该也将降龙十八掌 传给了儿子郭破鲁 那隐士也就是郭破鲁的儿子 自然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账法 至于那孩子为何会成为隐士 多半也是由于见证了自己父亲 爷爷战死襄阳大受打击 不愿意再掺和武林之事 偶遇当年意气风发的谢逊 才慷慨传授谢逊三招 三 郭靖的外孙 除了这位郭破鲁的儿子的隐士之外 连载版中还有另外一个角色 那人可以说十有八九 就是郭靖的外孙 光看他的身份和姓氏 几乎就能断定这一点 那人姓耶律名渊儒还是丐帮帮主 金庸在连载版中是借于连州之口 提到过这个角色 原著道 心想这是丐帮中的六代弟子 地位已算不低 如何竟干出这种卑鄙行径来 何况丐帮素来行事仁义 他们帮主耶律渊儒 又和大师哥宋远桥是极好的朋友 这事可真奇了 当年耶律齐和郭福不在襄阳 其实很好解释 当时天下大乱 无数难民流离失所 加入丐帮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耶律齐夫妇多半是忙于丐帮事务 这甚至比协助郭靖守襄阳更为重要 因为襄阳城必被迫 而难民若被安排妥当 还有一线生机 也正因为耶律齐夫妇对丐帮贡献巨大 他们的孩子耶律渊儒 才能够接任丐帮帮主之位 这耶律渊儒无疑就是耶律齐之子 也就是郭靖的外孙 郭破鲁那儿子身怀降龙十八掌 武功自然不低 耶律渊儒作为丐帮帮主 也该会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 自然也是极强的 只可惜金庸在后来的版本中 是将这两个角色删除 郭靖也就彻底没了后人